26号晚间在花莲市区一辆一影车 载着大型怪手行进中山路明治接口时 不愿勾落电线瞬间强大力道 不仅造成耗制被停摆 电感也直接被扯弯变形 一度造成交通大乱 而肇事的大车驾驶却头也不回 直接开走 电线横躺在路中间 原警拿着指挥棒不停疏导行进车辆 交通大打劫 这个场面就发生在26号晚间 一辆一影车载着大型怪手 行进花莲市中山路明治接口时 不愿勾落电线瞬间强大力道 不仅造成耗制停摆 灯杆也直接被扯弯变形 我来看到电线杆已经是歪的 那个电线有掉下来 有啊 有掉下来 有人受伤还是吗 好像没有 刚开始有人帮忙拉着线这样 但是后来警察又来了 就大家都要绕道 没办法直接过 远警获报后赶紧到场进行交通管制 不过闯祸的司机却早已不见人影 经查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60条及第62条 将依规定告罚 新通知驾驶到案说明 本案造势原因上代调查中 这辆超过15吨的义影车 没有事先申请入权 驾驶造势后也没停下处理 将一连吃上两张罚弹 还会因此被吊扣驾照 所幸这起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警方也呼吁大行车行进市区道路 去4000申请入权 并留意限高运载机具货物 也应确认固定才能避免意外发生 记者徐立青 华林市报道